张子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文明,与整个华人世界的超级汉匪。他在不到十年时间之内,接连在香港干下了两次打劫机场运超车以及绑架香港顶级富豪的案件。 轰动一时,1998年,张子强在大陆非法偷运军火被捕,经过大陆公安长达近一年的调查和取证,最后将张子强成功地送上了断头台,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然而,许多人不解张子强明明,在两次超级大榜票案中累积掳获十多亿,为何还要冒着生命危险来大陆犯罪呢? 就在张子强被枪毙后,急于博人眼球借机炒作的香港媒体,立马找到刚经理丧子之痛的张子强82岁母亲邓系妹,对她进行了采访。 一开始谈及张子强时,邓系妹声泪俱下,展现出了令人心酸,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之情。 随后,媒体问年迈的邓系妹,趁是谁害了自己的儿子张子强。此时,邓系妹陷入了两分钟左右的沉默,随后便向记者诉说张子强每次捞到钱后,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去澳门或者拉斯维加斯豪赌。 据邓系妹的回忆,张子强早在十三四岁时,便不好好用功念书经常跟同龄的小混混打成一片。 也就在这个时候,年少时期的张子强沾上了毒瘾。60年代的油麻地,是香港有名的鱼龙混杂志的,涌入了来自于各地的形形色色的人员。 那时期,油麻地各条街巷边到处,摆着露天的小型赌摊,吸引着无数闲杂人员驻足观看或者剧赌。 年纪小小的张子强却是那一代赌摊上知名的赌客,经常成天在那里烂赌。 说了钱之后,便和一帮小混混去偷去抢。张子强三十多岁成立大富豪集团,每次做完大案后,第一件事,不是天智豪宅、名车,而是乘船去澳门在各大赌厅流连好赌。 不同于大多数赌客去澳门赌场,是为了赢钱或者休闲一番,张子强则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他在钻石赌厅赢了钱之后,打赏给赌场工作人员的费用以百万位单位,一次他连赢七把赢了一亿多,直接拿出五百多万,现金现钞打赏各个赌场勘场马仔和发牌小妹,场面颇为壮观。 不过,张子强在赌博上整体赢少数多,1997年,张子强在绑架玩锅炳香后,分得赃款高达三亿,在几天之内便输得精光,并且还欠了手下成员数千万。 邓系妹回忆完张子强从小养成的赌博习惯后,对于要了他命的源头则说道,嗜赌如命。